他是我们最年轻的一个 最年轻的小弟弟 嗯 他是我们里面最年轻 但他步子卖的最早 我是六个人里面 唯一先进入到下一个阶段里面的 就已经领先他两个阶段 对 三个阶段了都 不是先 别人不一定会过你这一个 别人不一定会过你这一个 哈哈 啊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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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t's right bro 哈哈 你不要长得像个常规操作一样 就才能不会耐到你那个阶段 哈哈哈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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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哈哈有道理啊 太有道理了太有道理了啊 生生哥 你之前提议的那个过年之后 咱们是不是兄弟几个可以约一个地方 好好放松一下度个假 对啊 三五天五天 带着家人 带着家人啥 找一个真的度假的地方 好好的在那躺平 哈哈哈 你就说这次批哥完了之后 就是我们说每一年 每一年找一次这样的一个机会 带着家人 带着家人一起找一个地方 你们自己搞一个团建 对 就没有拍摄没有任何事 就是 就靠老高手日常记录 没问题 太棒了 太棒了 真的好哦 这真好 如果今年真能上了春晚 咱们就出一出二出去 那时候人也少 就一直出去了 是不是 对 我想说有海的地方 对 人家有点冷 孩子们也能玩在一起 对 对吧 你们的那个小嫂嫂 都可以成为闺蜜啊 你们的小嫂嫂就成为闺蜜 互相交流交流育儿经 嗯 互相都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你们 真的好啊 对对 男人其实就是真正的成长 从十八岁到三十而立实际上就是一个成长期 对 然后成长之后就要变得成熟 成熟也预示着要成功 你们这个年纪就是要成功的年纪 因为已经成熟了 到了哥哥的这个年纪五十以过奔六章的年纪 我自己总结就是成吉 我要成为自己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网上他们那些话也挺对的 说蔡国庆不顾别人的死活 只要自己开心 特别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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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这样心态您才能一屁股坐我们那儿 太棒了 特别好 享受现在此刻 享受今天太好了 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好难得 从年少的时代一起在那个舞台上 打拼到人过中年之后 重新再出发 多难得呀 人生再次起航太太棒了 总有一天你们还会知道 你们父辈的这个情谊 一定会传给你们的孩子 那些孩子以后 他们会为你们去打拼天下的时候 他心里会不一样的 你知道吗 你爸那会跟我爸就铁哥们 咱俩你这说什么事 我管了我包了 要想到人生的那一步 咱父辈可是视角啊 这个真的好 这个真的好 完全不一样 哎 前来的我那个演唱会 我儿女唱完之后啊 有很多的网友给我们建议啊 说咱们孩子组个乐队 说唯一做主唱 然后然后然后代步拿鼓 对对对对 然后我的儿子给给抱墨 当主持人 哎呀来了新的0713来了 哎我能想象那个特别美好 然后到时候张远一个人在下面看的 哈哈哈哈 我孩子应该是忙的 哈哈哈哈 都得宠着我孩子 我跟你们结下这个兄弟情 又让我重新找到一种 人生下半场带给我的一种意外的 一种巨大的惊喜和快乐 真的 我们也是 泥水淡酒敬格格一下 来来来来 啊 苏醒啊 这是我们的荣幸 蔡老师 哎 谢谢哥 哎 谢谢哥 哥永远是荣誉团圆啊 那必须的 休休息休息会儿 没事没事没事 这个是我的事 我昨天玩游戏书了 哥也能看出来 你也是个居家好男人 哈哈 那你刷完也早点休息休息一下啊 好嘞哥 请好 晚点见 好一会见 嗯 这个太疏弱了